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季的題目是 《論死亡、死亡的狀態和我們將來的盼望》 而今課的主題是 《罪惡世界中的死亡》 我們先請六位閒牧師做託告 我們一同託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 今天我們學習 罪惡世界中的死亡 我們看到撒旦的試探 一步一步的 讓我們走向這個死亡 離開上帝 祈求天父你幫助我們 謹記你對我們的愛 讓我們時刻 有一個警醒的心 預備的心 去勝過這些罪惡 等候你福臨的大日子 我們感謝你 我們以上的託告是 奉主耶穌基督聖命祈求 阿門 今課的全心節記載在 《羅馬書》五章十二節 這就如醉 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死有是從醉來的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基督是上帝神聖的代表 宇宙和世界都是藉著他而造 但是當天父上帝 受予基督特殊的尊榮 宣告他們將會一起 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 盧石虎就疾到耶穌基督 並且密謀地要反對他 在《維埃良師母》 《救贖的故事》 《原文第27頁》這樣說到 當盧石虎即是撒旦 當他被上帝逐出天庭之後 撒旦決定要切法破壞 阿當夏華的福樂 他要盡力挑唆他們進行叛逆 直到這樣就必使天上充滿憂傷 如果他能切法誘惑他們為命 上帝就必作某種安排 直以使他們得蒙盛免 於是他和所有墮落的天使 都必有機會 和他們共享上帝的聯盟了 從而在天堂引起悲傷 他想像如果他能以任何方式 誘騙他們 阿當和夏華 不聽話 上帝會做出一聲安排 讓他們可以被赦免 然後他和所有墮落的天使 就會以公平的方式 與他們分享上帝的人詞 全知全能的創造主上帝 他看得穿撒旦的計謀 於是上帝就要切法去保護人類的安全 也會說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是完全是完美的 上帝按照他的影像創造我們 用我們有空間去思想去選擇去記憶去明白和去愛 死亡對阿當和夏華來說是一種未知的經歷 在《創世記》2章16到17節 上帝來到伊甸園並警告這樣說 圓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警告阿當和夏華要遠離這棵樹 不要吃樹上的果子 否則他們就會死 先祖與先知說到 上帝給了這個警告之後 實彈化身成為一條蛇進入伊甸園 夏華看見蛇興奮地吃著禁果 但沒有死去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在《創世記》3章3至4節說到 它說 唯有圓當中那火樹上的果子 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們死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在人類邏輯的角度來看 蛇的論點聽起來是比上帝的話語 更有說服力的 第一 到目前為止 在自然界中 還沒有證據顯明 罪和死亡的存在 第二 就是這條蛇 正在吃著禁果 而且非常享受 夏華為何還要約束自己 不做同樣的事呢 上帝的命令似乎 好像苛刻和不是太合理 在這兩種互相矛盾的說法的時候 夏華忽略了三個基本原則 第一個就是人類的理性 是不見得是評估熟靈問題最安全的一個方式 第二就是上帝的話語 在我們看來可能是不合邏輯 或者不太合理的 但是他永遠是正確和可靠的 第三點就說到有些事情 其實本身並無邪惡或者錯處 但是他們是被上帝選擇 作為試驗世人 是否純服的一個工具 在先祖與先知那裡說到 他說 從亞當的日子直到如今 撒旦的工作都是如此 並且已經得到很大的成功 他引有人不相信上帝的慈愛 懷疑上帝的智慧 他經常引起一種輕慢的好奇之心 一種浮躁的求之欲 來探索上帝智慧和能力的奧比 因此許多人想要探索上帝的美意 所保留的事 而忽略了他所顯示的真理 殊不知道這些真理 正是他們得救所必須的 撒旦去試探人 令人不純服上帝 有說他們 令他們認為自己正是踏入奇妙的知識領域 這完全是一種欺騙 今天世界的價值觀和聖經的教導 真是很不一樣 每一天 每一刻 我們都需要在上帝的話語 和我們周遭的文化 人有的吸引力之間 做出一個的選擇 而我們的選擇 將會帶來永恆的後果 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 夏娃如何被蛇欺騙 《創世紀》三章一到七節 耶穫說上帝所做的 唯有蛇給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對女人說 上帝豈是真說 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女人對蛇說 園中樹上的果子 我們可以吃 唯有 園當中哪伙樹上的果子 上帝曾說 你們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們死 蛇對女人說 你們不一定死 因為上帝知道 你們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是惡 於是 女人見那火樹的果子 好作食物 也月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愛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來吃了 有給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她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 為自己編造群子 創世紀第三章 是關於試探三理學 最清晰的例子之一 上帝已經警告阿當夏娃 如果他們吃了禁果 便必定死 實但以蛇的形態 用了幾個羞恥的策略 來引誘夏娃犯罪 首先她模糊了上帝的明確禁令 她問夏娃 上帝豈是真說 不拒你吃 圓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夏娃回答說 鑑令只是針對那棵特定的樹 因為如果他們吃了或者摸了 他們就逼定死 但是 撒旦卻是反駁上帝的話 他肯定地說 你們不一定死 最後 撒旦欺騙他們說 是上帝故意 不將能知道分別善惡的知識賜給他們 撒旦說 因為上帝知道 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 夏娃的好奇心 將他帶入了撒旦的魔法之地 在那裡 他被迫做出抉擇 一就是忠於上帝的命令 二就是接受撒旦的誘惑 可惜因為他懷疑了上帝的話 於是出以自己的感覺 憑經驗主義的方法 即是個人的觀察 在互相矛盾的話語之間做出決定 首先 他從飲食的角度看見 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 其次 從美術的角度來看 果子越人眼目 第三 從邏輯分析來看 他能使人有智慧 因此 在他自己看來 他當然有充分的理由 聽從蛇的話 吃下感覺 非常不幸 他就是這樣吃了感覺 有些人認為 一切形式的知識都是好的 只要是善美的 然而阿當和夏娃 在伊甸園的悲慘經歷告訴我們 原來有些知識本身 是非常危險的 確實 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反而更好 創世紀三章四節 蛇對女人說 你們 不一定死 夏娃真心相信了 撒旦蛇的說話 但是 她的相信 並沒有救她脫離罪的認罰 她不相信上帝的說話了 這個 是她墮落的原因 在審判的時候 世人都被定罪 並不是因為他們誠心相信謊言 乃是因為他們沒有相信真理 因為他們忽視了學習真理的機會 無論撒旦的謊言是怎樣 違背上帝總是誘惑的 是危險的 我們必須下定決心 要知道何謂真理 撒旦的謊言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就是今天很多人都普遍相信靈魂是不死的 而這個觀念也成為了很多古代宗教和哲學的基礎 在古埃及 她也促進了她們的穆乃伊製作和殯儀的建築 就好像在金字塔也看到 而這個理論也成為了希臘哲學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當中 蘇格拉底問格勞孔的問題 她說難道理 沒有意識到我們的靈魂是不死和永不滅亡嗎 在柏拉圖的《非多篇》那裡 蘇格拉底也類似的口問提出 她說靈魂是不死和永不滅亡的 那麼我們的靈魂確實是會存在在陰間 而這些哲學的觀念是影響了西方的文化 甚至後來的仕途時代的基督教 他們的起源要做得更多 我們可以追溯到伊甸園 就是源自撒旦她自己 在伊甸園的試探當中 撒旦向夏娃保證 她說你門不一定死 撒旦用這種強調的口問 把自己的話語置於上帝的話語之上 關於靈魂不死 聖經如何教導我們呢? 在詩篇146篇4節說到 她的氣一斷就歸回塵土 她所打算的當日就消滅了 傳道書12章7節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次靈的神 聖經告訴我們 人死後就會歸回塵土 而靈就歸屬於次靈的神 靈魂不死 這個是撒旦的一個理論 一直現在都是存在 在書籍、電影和電視節目 都不斷地去宣傳這個觀點 當我們死亡的時候 她說我們只是進入另一個意識狀態 不幸的是 原來很多的基督教 他們在講壇上面 都去宣傳這個謀論 甚至連科學家也都參與在其中 在美國那裏有一個基金會 他們試圖去創造一種技術 她聲稱能夠讓我們和死人一起有聯繫 他們相信死者仍然活著 以後物質人的狀態是活著 這種錯誤的觀念很普遍 這種欺騙將在我們人類歷史上 可能都會發揮著這個關鍵的作用 亦都不足為奇 沒錯 靈魂不死的謊言對我們的影響真的很大 所以我們必須要依靠上帝的說話 並不是我們的感覺去行事 承接下來 聖經也很詳細地記載了阿當夏娃犯罪之後的結果 創世記3章7到19節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造群子 天 起了涼風 耶和華上帝在園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聽見上帝的聲音 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 躲避耶和華上帝的面 耶和華上帝呼喚那人 對他說 你在哪裏 他說 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 我就害怕 因為我赤身露體 我便藏了 耶和華說 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 莫非 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嗎 那人說 你所賜給我 與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 我就吃了 耶和華上帝對女人說 你做的是什麼事呢 女人說 那蛇人有我 我就吃了 耶和華上帝對蛇說 你既做了這事 就必受就助 必一切的伸俗 野獸更深 你必用肚子行走 終身吃肚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若根 又對女人說 我必多多加憎你懷胎的苦楚 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 你必戀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轄你 又對阿當說 你既聽從妻子的話 吃了我所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地 必為你的緣故受就助 你必終身勞苦 才能從地裏得吃的 地 必給你長出驚激和質理來 你也要吃田間的菜疏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戶口 直到你歸了土 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 你本是塵土 仍要歸於塵土 夏娃被蛇的說話說服 並埋惑了 她沒有意料到她所選擇的路 將焦住深遠的影響 外表來看食禁果的行為 並不像她實際代表的感重要 但在這個不信蟲的行為 夏娃就懷背了她 對上帝的忠誠 並投誠了撒旦 從世紀第三章 描述了阿當和夏娃的犯罪 以及她們的行為 帶來一些最悲慘的效果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 她們被恐神症 即害怕上帝所侵襲 所以她們要躲起來 從社會心理學的評估來看 她們感到羞愧 開始互相指責 從身體的角度來看 她們會流汗 感到疼痛 最終死亡 從身體的角度來看 箭計已經變了側 伊甸園 不再是過去 那個美麗 疑人的地方了 在《先祖與先知偉論》 這樣說 當阿當和她的伴侶 在花的枯毀和葉的雕謝上 初次看到死亡的跡象時 她們深深地為之悲痛 比現在世人為死人 悲哀更為妻切 嬌亂而美麗的花朵雕謝 固然足以令人憂傷 但當大樹落葉的時候 這種現象生動地使人看出 一個嚴酷的事實 死亡已經是一切生物的命運 阿當和夏娃並沒有立即死去 也就是說 她們怡然活著 但她在同一天收到死亡的判決 上帝說 阿當夏娃的犯罪 確實給全人類帶來悲慘的後果 在《龍馬書》五章十二節 史達保羅解釋說 這就而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從罪來的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可悲和痛苦的事實就是 就好像人類在所有的時代這樣 我們今天都要承受著 發生在伊甸園的後果 然而我們要感謝上帝 我們可以因耶穌基督 和十字格而有的永生的盼望 將來會在一個 永遠都沒有罪惡的世界當中去生活 在聖經當中 我們可以找到福音應許的盼望 創世紀三章十五和二十一節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耶穌說上帝為阿當和他妻子 用皮紙作衣服 吸他門村 在創世紀三章 記述了人類犯罪之後 發生在這個世界的可怕的悲劇 一切都改變了 阿當和夏娃看到世界的過去和現在的對比 但是在他們的挫折和絕望當中 上帝留給他們保證和將來的盼望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為仇 這個詞語在希伯來文就說到 他說不單止暗示了一場長期存在的宇宙善惡之爭 也都暗示了一種個人對罪惡的排斥感 這種感覺是透過上帝的恩典 就植入了我們人類的心靈 但是在我們的天性而言 我們是完全是墮落的 也都是罪的勞捕 基督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去注入這個恩典 讓我們心中建立了對撒旦的敵意 正是這個遺仇 這個來自伊甸園的神聖禮物 讓我們都願意接受它拯救的恩典 缺乏這個恩典的改變和更新的力量 我們人類將繼續成為撒旦的俘虜 一個隨時準備執行它命令的一個老婆 上帝用祭物來說明這個尼塞亞的應許 在舊熟的故事當中這樣說到 他說亞當在遵照上帝的特別指示 為罪獻祭的時候 這些對於他是極其痛苦的禮節 他必須親自取去那唯獨 上帝才能賜予的生命 直以為罪獻祭 當他看到血淋淋的 祭生在誰死的痛苦中掙扎的時候 他便要憑著信心 仰望那祭生所預表上帝的兒子 將要作為人類的犧牲寫命 那麼亞當和夏娃犯罪之後 上帝的愛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我們 在哥林多後書的五章二十一節說 他說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 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在希伯萊書的九章二十八節這裡說 像這樣 基督既然一致被獻 擔當了多人的罪 將來要向亞等候他的人 第二致顯然 聘與罪無關 乃是為拯救他們 上帝要在基督裡顯然 是叫我們世人與他自己 去到和好 阿當夏娃他們知道 他們最終的命運是必定死 於是他們離開了伊甸園 只是他們沒有赤身露體 也都沒有穿著用無花果樹 樹葉所造的裙子 上帝親自用皮紙做衣服給他們穿 這是義蒲的象徵 因此從一開始 在伊甸園 福音就已經啟示了給世人 基督耶穌是世界上的真光 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 我們每個人都能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生命 我們因罪的緣故和上帝隔絕 如果沒有救贖的計劃 我們將永遠和上帝分離 但感謝天父 我們可以藉著救主耶穌基督的犧牲 得與上帝和好 並且得享永恆化樂的生命 今課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裏 下課的題目是 《明白人類的本質》 結束的時候請鄭牧師做個吐告 好 我們一起祈禱 慈命天父 我們要感謝讚美你 因為你的慈愛 你在亞當喀娃墮落之後 就立即賜下救贖的恩典給我們 祈求天父 引導我們走在正路上 不再受撒旦的欺騙 讓我們完完全全地信靠你 跟從你 討告奉耶穌聖命 阿門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